外贸协会7月22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2011年医疗旅游转介平台研讨会 邀请到目标市场三个医疗转介平台 与我国相关业者进行经验分享 希望有效协助国内业者建立转介模式 我们是在2006年的时候 成立了服务业推广中心 那服务业推广中心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把我们高水准的国际医疗服务 把它推广到这里去 那么而且我们目前最重要的针对目标 因为重症医疗虽然台湾在不管是在 我们破体肝脏移植 我们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决果率是最高的 那么习惯节转治 心脏手术不运症 那么还有就是说颅眼手术 像这些属于重症医疗的 台湾在整个亚洲在全世界都是属出生 但这不是我们主要推广的目标 我们推广的目标是在观光医疗 那观光医疗主要的两个项目 那么一个是健康检查 因为台湾的医院 它的健康检查设备 在全世界可以说是一面前茂 根据我们所知道的 全世界200大医院 有千200大医院 美国占有12家 德国18家 台湾第三位有14家 所以说台湾的这个医疗设备 在全世界是第三位 那么最新的设备 几乎美国欧洲有的 台湾马上就会进 所以台湾在医院管理 在医疗设备 在医疾方面 可以说都是在全球方面 每天的 没有一个韩国的美容师 做医疗就有一个在台湾手续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这一方面 不管在医疗 在健康方面 台湾在这一方面 都是非常的强 那么我们从2009年开始 到今年 我们用了很多方式 把台湾的国际医疗 我们对台湾医疗推准 介绍出去 我们先后在国外 办了无市场计程会 同时有报道的有1200折 那么根据我们 用报道以后 他们团到台湾来享受 不管是健康也好 高级健康也好 医民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3700 那么至于我们在 海内外所办的那种 像今天的研讨会啊 座谈会啊 那么来参加的人 也超过了六千位之多 那么我们现在的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在 台湾固件更多的医疗转接平台 那么这些转接平台 未来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目前在我们的协助之下 已经有八个转接平台 已经都已经设定了 他们它公平是在美国 在中国大陆 在澳洲 在香港澳南 这些都有我们的转接平台 那么国际医疗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所认为的一个医院这样的一个服务型的产业而已 它是一个跨不同领域的一个产业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医院它本身是一个高人力密集的一个产业 那么如果我们来跟这个ICT产业来比 我们用的人力呢 那么是这个ICT产业的五倍 是金元厂的五倍 是石化工业的二十倍 所以我们是一个高密集产业的 高密集人力的一个产业 那么而且呢 每赚的每一分钱都是留在台湾 不会有些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产业 有些会往人力 这个劳力 这个比较低廉的地方 所以台湾接单 我们在海外出货 但是国际医疗这件事情 医疗一定是在地 所以病人进来了 每一分钱 我们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留在台湾 不是只有加贵我们的医院的经营者 或我们的医疗的这些同业 那么它的带来的效益 是全民来共享的 这次的研讨会 邀请到从事医疗转介的美国业者 及中国大陆的台商业者与会分享 吸引了国内医美 鉴检及旅游业者热烈参与 台湾的医疗优势 结合陆河自由行的正式启动 台湾医疗服务拓展正是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